今天是術後第一天 你一定想說幹這什麼畫面 我現在頭超油 因為我手術完回家還沒洗頭 擦著鼻子這個是因為我 我現在開始瘋狂流鼻血 這就是第一天 這是第二天早上醒來 我根本就是安西教練啊 靠北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吃東西的樣子 基本上這個都是用射的 每天都在口爆自己 生命鬥士老王 今天是術後第三天 其實還是很腫 跟昨天沒有什麼差別 就是等於說小一點點而已 這兩天還是睡不好 沒有辦法好好睡 不管上一天起來有不到六四 每次起來都是痛到要要再併服的 這是第四天 臉旁邊有一點 黃黃的淤青 嘴巴的感覺有大概回來 就是除了下半段就沒有感覺 其實上面這邊 多少有點感覺回來 今天比較大的出貨就是我可以直接這樣子 這是我不用這樣射的 因為這樣真的很耗時間 今天是第五天 等一下要出門去散步走走 看來可不可以小一點 因為門多邊有說出門走走的話 可以幫助小腫 我現在這不聳的應該就是這個嘴唇啊 幹真的太腫了吧 只是因為梁超尾 要帥一定要靠眼神 你今天是術後的第六天 今天講話還是沒有辦法好好講 我覺得有在進步啊 就是其實我感受到它是有在小腫的 然後還有就是下二線這邊 我可以感受到今天一整天就是 也不是說很痛 可是就是一直有感覺 這兩側 今天是術後的第七天 剛剛去看完第一次的灰症了 醫生說我目前傷口是有清乾淨 但是它還沒有好 然後再等一週我才可以做一些復健 但今天滿一週了 就是可以做一個突破性的東西 就是我可以吃軟質的食物了 所以我剛剛就是馬上買了茶碗蒸 兩個啊 要來挑戰乾淨雅提出 直接進入一個殘障人士的吃播的部分 今天是術後的第八天 今天要挑戰的是大腸麵線 我剛才也順便去買了這個食物 因為我昨天吃茶碗蒸 覺得那個肉末跟小東西都配料不能吃 我覺得太不爽了 就是要把它撿得很順很順 等一下它比較好吞這樣 接下來九寶寶剪了 推薦給大家 其實吃東西真的還是有點麻煩 因為你的嘴巴真的不能張得很大 所以你真的就是整個讓它 爬進你的活龍裡面 所以你吃一碗應該就要吃很久 今天是術後的第九天 嘴巴好像又再多打開一點點了 然後我現在比較可以抿嘴了 今天是第十天 今天去剪了頭髮 今天最大的突破就是我可以直接這樣子喝了 本來前幾天會低今天可以直接喝了 應該算是一大進步 然後今天是第十一天 今天好像有消腫一點點了 這兩天電正常高度的狀況下去 所以發現有比較好睡很多 第一個禮拜真的是一天要起來三四五四跑不掉 那這兩天我是只有起來大概一次兩次 但是有進步了 今天是術後第十二天 就是覺得下嘴唇沒有感覺這件事情蠻麻煩的 這幾天吃飯的時候一直低到就沒辦法 就以後才第十二天 今天是術後的第十三天 然後現在講話還是有點大舌頭 就是有點欠缺的訓練 今天是第十四天 是術後滿兩週的日子 今天去給常瑞鋒醫師看第二次的回程了 然後被交代了要開始做復健的動作 類似這樣 R15L 就是對 R15L 這樣子去做復健 是為了讓你術後的肌肉 有點類似像是拉筋那樣 才可以讓他就是髒的最大化 其實我自己對我自己的消腫速度還算滿意 但今天問了常瑞鋒醫師 常瑞鋒醫師才告訴我說 其實我這樣子 才消腫50%而已 只是我一直以為大概已經有六七十% 但他說沒有 其實這樣子才50% 後來還會再越來越好 然後越來越消腫這樣子 好那這就是我自己做的十四天全紀錄 那畢竟因為現在講話其實還是不太清楚 我打算等滿一個月的時候 來拍一下手術當天的紀錄 跟手術當天的心得分享 然後還有一些數錢要帶的東西 到時候會再拍片分享給大家 那再過一段時間我還會去分享 我這段時間是怎麼做飲食調整的 我可以吃哪些東西 營養要怎麼去調適 這些我都會再分享給大家 好啦如果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點個訂閱 幫我點個讚 然後或者是去追蹤我的IG 那就先這樣啦 掰掰